说起暗网,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用知情人士的话来讲 暗网就是一个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地狱 所谓的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就是它的最好诠释 据说在如今的各类网站中,暗网占到了96% 而台面上的互联网仅仅只占4% 由此可见,暗网确实如同冰山下面的那个基座一样 深不可测,暗网里面究竟发生着哪些恐怖的事情呢? 这里是知识天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虐待直播间这个词 简单来说,就是用户通过一种特殊渠道 进入到暗网的某个直播间 在此之后,用户就能通过付费来实现各种各样的邪恶操作了 比如,在直播间里有许多妙龄少女 她们一般都被关在小黑屋里面 只要用户付费达到了一定金额 施暴者就能对少女进行虐待 以此来满足消费者变态的欲望 除了可以在虐待直播间为所欲为以外 许多用户还可以在暗网上购买特殊奴隶 舌头往往会把这些奴隶拍好照片 然后挂在网上,进行明码标价 只要客户在暗网上下单 舌头就会把这些人邮寄到家 按照某些知情人士的透露 这些购买奴隶的人 一般都是来自中东和北美的大亨 她们往往一次性买好几个 然后养在家里的地下室 而女孩们只能被迫像商品一样任人摆布 丝毫没有反抗的可能 关于那些被害女性的来源 这里也可以提一嘴 她们往往都是来自东欧国家 这些地方一直以来都很贫穷落后 所以长期在东欧生活的女性 都希望去发达国家改变人生 也恰恰是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 以至于她们纷纷着了舌头的道 暗网作为虐待的聚集地 残害了无数少女的生命 这些少女往往在利益的诱惑下 跟暗网上的舌头进行接触 随后就掉入了舌头设下的陷阱 这些舌头通过暗网和女孩们联系以后 便哄骗她们说是去欧洲从事服务业 比如当模特等一旦女孩们信以为真之后 她们便彻底沦为了舌头的牺牲品 这些人往往会被舌头集中卖到欧洲的各大妓院 充当里面的敛财工具 在此期间这些女孩每天都被毒打 还要陪几十个男人睡觉 为了防止这些女性逃跑 老宝会用毒品对其进行控制 在这一整套手段的压制下 许多女性如同坠入地狱一般根本无法逃脱 就这样一套以舌头和妓院为核心的罪恶产业链 在暗网上无情地运行起来了 她们每天都吞噬着女孩们的生命 以此来达到自己敛财的目的 当然了 除了色情交易以外 在暗网上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交易 比如写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许多东南亚大亨在暗网上下单血奴后 一般会将其关在东南亚的某个小岛 然后天天在他们身上抽血 直到抽干为止 对于这些抽出来的血液 大亨们往往将其运用到医疗和血液贩卖领域 换句话说 血奴就是大亨们的人体奶牛 每天都用自己的血液来给大亨们赚钱 至于血奴们的生活 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 这些血奴每天只有一碟咸菜来充当伙食 平时哪也不能去 一旦发现逃跑 立马把牙齿全部拔掉 然后浸在水里受刑 既然暗网这么歹毒 为何许多国家不主动出手将其打掉呢 还是说能力不够 关于这个问题 主要跟技术和利益两方面有关 首先就是技术方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暗网其实是美国海军实验室中的一个产物 它的初始版本名叫洋葱浏览器 这种浏览器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隐匿性极强 比如浏览器上面的信息 一般都是经过加密处理的 无论你上传或者下载何种资料 都不会被发现 更不会被查到本人的地址和资料 最关键的是 就连电脑的IP地址也会在退网三秒后被磨除 在这种情况下 用户可不就无法无天了 暗网层出不穷 受害者不计其数 像如今的阿尔法湾 农夫市场就是几个臭名昭著的暗网交易中心 话说这些网站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它们的规模又有多大 根据网络专家的分析 这些网站往往采用一种顶级加密的措施 将自身和互联网分隔开来 这样就能从事毒品 枪支和器官的买卖生意了 尤其是这些市场中的人口贩卖活动 暗网更是将其做到了极致 其中的交易额直接令人惊掉下巴 按照某些人士的推测 在暗网中的人口贸易 每年的利润可以达到320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2022年中美之间年贸易额也才4000亿美元 其利润能超过400亿美元就谢天谢地了 由此可见 人口贸易的交易量已经可以和中美贸易持平 在这种情况下 可不就吸引很多资本大鳄来分一杯羹了 所以说利益也是促进暗网繁荣的一个必要因素 最关键的是 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贸易以外 如今的暗网还成为了恐怖主义交流的社区 许多恐怖分子纷纷利用暗网隐匿性强这个特点 来做一些私下里的交易和合作 反正暗网上的操作也查不到 所以他们自然无所畏惧 在此期间 这些恐怖分子会使用一些加密货币来进行交易 比如购买军火等 毕竟正常货币会被追根溯源 所以加密货币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可以说只要暗网一日不除 那这些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就能一直活跃下去 直到将暗网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地狱 当然了 虽然暗网如此可怕 但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 毕竟老话说得好 只要你不把头伸进狮子的嘴巴里 狮子又能奈你何 所以咱们作为普通人 只要避免误入暗网 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 其实严格来讲 像暗网这种东西就跟缅北诈骗一样 经常靠着一些钓鱼的活动来吸引人们上钩 比如前面提到的东欧少女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说 只要咱们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筛选出有毒有害的信息 并时刻保持戒心 魔鬼就没有机会对你下手了 反正还是那句话 善恶生死存乎于心 你最终的结局如何 都是你自己曾经的选择决定的 知识天梯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